白光散尽,原地出现一个至少十丈的深坑。深坑之中,白脸缓缓站起。磕磕磕。他咳嗽着,抬头看向空中,要不是这件袍子,老娘就栽了。他身上的黑袍显然是一件难得法器,庇护他抵御了刚才那样的攻击。但这会也已经残破多处,偶尔露出血腻的白色来。 在白脸的视线中,一个深披肌形丝标志性红黑袍的身影,自夜空缓缓走下。他面容轻渠,瘦虚三寸,就连声音也是干瘦的,但他整体却给人有如实质的力量感。能在本作的赤光暴前反映过来,你真不简单。本作倒是好奇,刚刚被你送走的那个是谁。 他画风一转,忽然折身加速,朝将望离开的方向冲去。白燕骤然,白脸拔地而起,以一种匪夷所思的速度拦在了这名畸形丝高手之前。 一朵朵森冷白燕如花绽放,灼开夜色。但,这名畸形丝高手身形一晃,便已穿越白燕之花,贴在白脸身前。 两人在空中几乎是贴在一起,有半个身位重叠。他探手,将一团赤光暴暗在了白脸的腹部。将他整个人往地上暗去。他早有准备,或者说,他突然转去追击将望,本就是战术的一环。 轰!赤裂光团压着白脸柔软的身躯下坠,再次将地面砸出一个大坑。 咳!咳!烟尘散尽,白脸再一次从坑中站起。从嘴里咳出的鲜血,已经浸透蒙面黑金。 狗娘养的季玄,就知道耍诈。活该一辈子做狗。他腹部有一团明显的伤口,在白燕的燃烧中缓缓愈合。 原来出现在空中的这个人,就是整个畸形丝排名第三的人物,清和俊的畸形丝丝手,内附近巅峰强者季玄。 被一通拓骂,季玄道也不恼,明知是本作,还敢顽抗。 白脸呼得娇笑起来,既丝手实力虽强,却不懂女儿心呢? 你这一上来就丝人家的衣服,哪个姑娘不反抗? 她的声音如梦似幻,仿佛在喃喃丝语中编织了一个美丽梦境,悄然龙象季玄。 而几乎与此同时,以白脸为中心,一道道制裂白光纵横交错,直接覆盖了方圆三丈之内的所有位置。 幻音入梦,裂光震杀。 白脸以对话做引字,季玄以对话做准备。 两门甲等上品倒数几乎是同时爆发。 白脸虽然在第一时间便冲出裂光震杀的范围,但她身上的白焰明显变得稀薄,已经在不能覆盖全身。 实力的差距很明显,更何况白脸负伤在先。 但她冲的方向,是季玄。 幻音入梦当然无法抹杀季玄这等强者的精神,但她只需要一个契机。 只要沉沦季玄三息的时间,她今晚就有机会逆转战局。 一朵白燕之花开在如玉的手掌之前,按向季玄的腹部。 她当然是记仇的女人。 砰!白脸猛地撞上了什么,撞得七荤八素。 而后才看见,一根根白光如线,交织在一起,形成一块四四方方的球龙,就在季玄身前,将白脸困在其中。 白光四壁,白光如龙。 显然对于白脸的幻音入梦,季玄也早有准备。 她眩晕的时间,可能都不到一息,却等到白脸破镜,才骤然爆发。 碾压!完完全全地碾压! 从头到尾,季玄掌控着整个战局。 她本来就没打算杀死白脸,她的目的是生擒。 在《求光龙》中,白脸再次凝出一朵白燕之花,却没有尝试打破白光障壁,而是毫不犹豫地按向自己天灵。 她在身陷《求光龙》的第一时间,就反映过来季玄的目的。 所以她也在第一时间,给出自己的回答。 这一手毫无疑问出乎季玄的意料,她对白脸和白脸身后整个组织都很感兴趣,不然以她统御整个清和郡基刑司的身份,又何至于今夜亲自出手。 白脸一死,对她来说当然没什么损失。 但也意味着,她必然失去这之后的所有收获。 果断如季玄,第一时间便将《求光龙》散开。 贴身靠近白脸,手绕白光,探手去抓那朵白色燕花。 白色燕花转头,轰向季玄头颅。 白脸攻击自己的天灵自杀,当然是真实无虚的举动,不然也不可能骗到季玄。 但在季玄试图阻止她自杀的时候,她就立刻反转为攻击。 她不怕死,但不想死。 季玄缠着白光的手横在额前,恰恰挡住白色燕花。 另一只手握成拳,狠狠轰在白脸腹部。 如季玄这样的人,即便是想要生擒对手,也绝不会因此给对手机会。 生擒是目的,但也仅仅只是一个目的。 尽量达成,但不是一定要达成。 她已是生怒,这一拳毫不留守。 白脸在空中全成了瞎撞,整个人被轰飞。 身上白燕骤兮,亦如她的生命之火,摇摇欲坠。 季玄正欲踏空追上。 忽然,轰,轰隆隆。 巨浪排空,如战鼓隆隆。 整个雄阔江面都似奔涌起来。 青江震动。 一道滔天巨浪,涌上高空,巨浪之顶,站着一个身披华丽灌服的老人。 负责整个清禾郡超凡案件的畸形司机厮守,怎么有空来青江晃荡。 他几乎是奄奄一息地说着话,声音却压过排空巨浪,压过潮涌呼啸,清晰地传入季玄耳中。 站在浪颠的这位老人,身形已显勾楼。 面上皱纹横生,老年般无法掩饰。 他看起来已经很老了。 但是谁敢忽视他呢? 谁能够忽视这八百里清江之主,宋恒江。 季玄几乎是立刻就收敛了气势,停在空中,微微垂谋,抚军大人,季玄夜巡清和郡,无意发现有妖人遁忌至此。 季某身为姬行司厮守,国君授任,声民细命,不敢轻忽。 未免此妖人伤害府君子民,故而勤急出手。 情况紧迫,未能提前征得府君同意,还请见谅。 他这一番话,说得水泄不通。 既表达了谦卑,又点出倚仗。 还给了宋恒江一个台阶。 身为姬行司排名第三的大人物,统领整个清和郡姬行司,他的地位不比清和郡首低。 但此时也不得不低头。 他清楚,宋恒江今夜既然亲自现身,那就必然要有一个交代才行。 他也觉得,以他今时今日的地位,以人足水足如今的形式。 他这个台阶,便已足够。 但宋恒江只是用那双浑浊的眼睛,轻轻地,轻轻地灭了他一眼。 而后这位老人的嘴角微微扯开,露出一个笑容。 就这一笑。 默契进去,消狂顿生。 庄城前的后人,真是越来越没分寸。 在姑的眼皮底下打声打死。 他复守于后,看在庄城前的份上,你掌握自己时下,便可离去。